我今儿倒要看看 哪家衙门 看审我 有个衙门一定可以审你 不可能 你说我哪一家吧 将军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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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走 走 走 快走 走 站住 何林何大人 你来得太是时候了 何大人 阿贵将军 皇上请你立刻放了贝勒 入宫纳财 皇上英明啊 将军 圣明不可为啊 还是把贝勒交给他们吧 阿贵啊 胳膊拧不过大腿 你识相点 赶紧把我给放了 何大人 你回去告诉皇上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将军 你想抗制欺君吗 哎 你敢抗制欺君 将军 不可冲动啊 上方宝剑 如万岁亲临 阿贵下马皆知 走 你 哎 何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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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找太后 找太后啊 大人 快点 大人 要不要追啊 追什么 你现在入宫禀报 就说阿贵把我打伤了 我回府疗伤 是 大家来了 阿贵将军升堂审贝了喽 快来看看呀 百姓有缘的来将军府深渊喽 阿贵将军升堂审贝了喽 大家有缘的来将军府深渊喽 阿贵将军升堂审贝了喽 有缘的深渊 有创的报仇喽 大家快来喽 阿贵将军升堂审贝了喽 百姓有缘的来将军府深渊喽 大家快来喽 升堂审贝了喽 大家有缘的深渊 有创的报仇 阿贵将军审贝了 打伤了 何临呢 何大人已经回复疗伤 无法下床啊 这就是你挑的俄副 话说靠山王老帅杨林 驾坐在军中保障 文官武将战列两旁 文官是俄官不代 武将是 各位各位各位将军府上审贝了 大伙有缘的深渊有仇的报仇啊 将军快去啊 将军府上审贝来了 将军府上审贝了 大伙有缘深渊有仇报仇 快去快去啊 完了就不伺候了 走走走走 快点走走 这怎么全都走光了呀 走走 本王没冤 接着说 可我有缘要深哪 老板 老板 王爷有何吩咐 怎么回事啊 怎么全都跑了 赶紧给本王爷找个唱大鼓子来 王爷我先去将军府递状子 再帮您找 走了 你 你 来 妹子回来 崇太有消息吗 有 快说呀 阿贵 他把将军府当成开封府了 什么 他要在将军府里面沈崇太 沈崇太没杀崇太 我没说服 一个小小的军机处学习行走 居然敢审起贝勒来了 他心里还有没有大清的皇室啊 不像话 真是不像话 可是我觉得 这一个小小的军机处学习行走 居然敢审起贝勒爷 这都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呀 包卿天 是有点像 还是有点像 扯哪去了 他哪点像啊 大宋皇室谁敢审 只有包卿天敢审 阿贵敢审贝勒爷 就是大清包公 武包公 这是西台上唱的 你们还当真了 可阿贵他当真了 他当是他在军营里呢 圣杀大权由他自己随便玩 额娘 阿贵他可没有胡乱杀人 他至少还会升堂 这说明他懂法 他还真是 有点懂了 这将军升堂 这是大清朝的笑话 可是阿贵他没有把他当笑话 他在认真执法 他还真是有变化 怎么着 怎么都帮他说话呀 他是未来的额父 我的相公嘛 这胳膊肘能不朝里拐吗 是不是额父 我还得想一想呢 额娘 您不是答应我了吗 崇太要是回来 我就答应你 请他背 去将军府把贝勒接回来 喳 太监去有什么用啊 皇上去 我去我去 你亲自去 去把崇太好好地领回来 要是烧一根毫毛 我拿你试问 张少 恭请将军 恭请将军 将军 你这是干什么 你怎么穿成这样的 这沈案子 要穿文官的衣服 你怎么 穿空架才有杀气 才能震得终成狗背 你们先 行行行 你爱穿什么穿什么吧 升堂 回物 将军 派荆堂木 荆堂木 荆堂木 这荆堂木拍得太小了 带犯人 快要 把犯人 走 滚起 混账 我堂堂皇室的人 岂能跪你们这帮奴才 招打是不是 将军 律法是怎么规定的 他说得对 你先站着 代元告 是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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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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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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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对吧 咱们 咱们咱们 咱们 咱们咱们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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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好吧 咱不是你的对手 算了吧 慢慢告啊 慢慢告啊 告啊 你闭嘴 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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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我去 慢慢告啊 告啊 可贵 后会有期啦 放送啦 我走喽 就这么久了 又有极有的 好的 哦 这刘夕和你 还要贵你 这儿很疾了 你都不在乎 你都不在乎 再让你走 更 respect 贝勒也死了 将军 你干的什么 你惹大祸了 这怎么办 将军 贝勒死得好 死得好啊 把他鬼抓起来 贝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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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将军 你要干什么 你还不躲一躲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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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他们抓走将军 不许他们抓走将军 皇上 我该还是马上回宫吧 把贝勒抬上 回宫 快快快 把贝勒爷抬上 赶紧走 走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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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爹 走吧 爹 走吧 真的 是 是 是 贝勒也死了 听说了吧 贝勒也死了 你说什么 贝勒也死了 怎么死的 被阿贵将军杀死的 阿贵将军怎么这么鲁莽啊 红丑 让一下 站住 你是什么人啊 我来看阿贵将军的 谁都不准进 我是将军夫人 看什么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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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要是不气的话 问问里面的人 看看我是谁啊 行了哥 外面有个女人 说她是将军夫人 挺可疑的 你出来看看 红丑姐姐 行了啊 将军夫人来了 红丑姐姐 大家还好吗 将军夫人 我们誓死保将军 誓死保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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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公道自在人心 我进去看看将军 走 红丑姑娘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来看看将军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回来 你还不躲躲远远呢 这个时候我才应该 站在将军身边啊 你站在他身边 你都知道他干了什么吗 杀贝勒 说得到请求 杀贝勒 那是贝勒爷 杀他要株连九族的 阿贵他是孤儿 一族都没有 那更倒霉 皇上太后一生气 要杀将军府所有的人 你我全完 哎呀 这么说啊 你现在是想溜了 我不溜 我在这找死啊 自从遇上这个阿贵 我算是倒了霉了 厄运是一个一个接着来 我本来以为他能当上俄妇 我也混个四品官当当 没想到他杀了贝勒爷 你说我连九品官都混不上 说不定还要掉脑袋 你说我倒霉不倒霉 将军他宁可不当俄妇 也要为民除害 为民除害 他是个疯子 姑娘 你没嫁给他 算是你的福气 你要是嫁给他 当上了他的夫人 那株连九族第一族就是你 你是杀人犯的老婆 那现在你准备去哪啊 河大人那边 那边也去不成了 你说那贝勒爷 是在河大人那被抓走的 那地方也不吉利啊 我准备投靠 齐大人那儿 杰晓兰好歹是个亲官 就当你有眼光吧 有眼光又有什么法子啊 姑娘咱们俩啊 也算是相识一场 我好言相劝 你啊 赶快跟安贵划清界限 躲得远远的 躲开这是非之地 你赶快走吧 好 一路顺风 好 步步高升 谢谢 走返了 将军 你又要杀人啊 你怎么来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能不来吗 你还好吗 你看 你是不是又要杀人呢 这把大刀跟了我十年 就像亲兄弟一样 我把他擦亮 留给小乐队 你不自己留着用吗 脑袋都快掉了 还留着什么刀啊 将军 你不会死的 傻了贝了 我十个脑袋都不够看 我把这儿的破家当清一清 把小乐他们送到牛大利那儿 我就是死了 我也毫无牵挂了 你不会死 其实 杨怀明他 他真的是个好人 都什么时候了 你说这些干什么 可是当时你落在贝勒的手上 他要不是冒死来报信 你真的完蛋了 他对你可是真心的 我现在没信心说他 我只说你 我 我从小我就住在军营 十岁就开始打仗 有哪一仗 不是冒着随时掉脑袋的危险 这次如果因为杀贝了 掉脑袋 我觉得 我觉得值了 真的值了 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 你不会死 你别再安慰我 我不是安慰你 我既然说得出 我就做得到 你又不是太后 你能有什么办法 你别管我有什么办法 反正你等着我 我回来之前 不许踏出将军府半步 记住了 别为我做傻事 你一定等着我回来 通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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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人 大哥 借头杀人 你这招真是太灵了 先不要高兴得太早 皇上还没处置阿贵呢 你还不算灵 这下阿贵可是死定了 这可不是选俄傅 这是杀贝勒 就算皇上有心保护 太后都不会饶他呀 都这个时辰了 他也该来了 谁呀 皇上 皇上 老爷 老爷 皇上驾到 快去接驾啊 咱们走 奴才不知万岁驾到 有失远迎 起来吧 谢万岁驾 何身呢 这边请 万岁爷 请 何爱卿 何爱卿 何 何爱卿怎么病成这样 大夫说他这是积劳成疾 让他卧床好好地休息 可他却报病 每天去司库馆教育抄本 结果昨夜就累倒了 大叔凋练 国有大事可问谁呀 此杀备合乃十恶不赦之罪 当诸九族 是啊 皇上 是啊 是啊 报恩殿工程进展顺利 预计在太后受担之前 可以军功 爱卿辛苦了 谢皇上 臣起万岁 阿贵杀害皇族 理当火速逮捕归案 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谢庭 奴才在 那部司库会要 能否在太后受担之前 网稿啊 回皇上 司库管同人日夜赶工 文稿已见出行 好啊 传旨嘉奖 谢万岁 皇上 阿贵杀贝勒一案 乃当务至极 请皇上立即下旨拿人 将其正法 是啊 是啊 当务至极 贝勒一死 阿贵在哪儿也跑不了 江南水灾才是当务至极 可道总督 奴才在 江南水患如何 祈奏万岁 以僧派三千河兵前去增援 洪峰已安然渡过周家营大敌 注意爱卿 来 共商赈灾大事 太后驾到 叩见太后 太后吉祥 连自己的孙子都保不住 哀家还有什么吉祥啊 起来吧 谢太后 君子 你误会了 我正跟初卫爱卿在商量这件事呢 我在外边听了多时了 皇上东问西问 故左右而言他 就是不肯上一辈了遇害一案 彼得哀家不得不抛头露面 自己进来过问 本娘误会了 那是因为江南水灾也 江南水灾自用当地的官员赈灾 井井有条大敌未决 也没淹死一个人 何老皇上如此操心啊 这个预防一下也是好的嘛 阿贵在光天化日之下 当着皇上的面杀了贝勒 他公然蔑视王法 这是不是一件大事啊 是 是一件大事 启禀太后 血案震撼朝野 文武百官无不义愤填膺 启禀太后 京城百姓 听说阿贵的暴行 群情激愤都涌上街头 声讨阿贵 皇上 这件命案如何处置啊 这个 一律当有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三司会审查明真相 那阿贵是当着你的面杀的人 清清楚楚 这事还用得着查吗 不用查了 很清楚 皇上 那阿贵该处何行啊 当处何行啊 刺杀皇族十恶不赦 应当临时处死 杀害贝勒大逆不道 当诸九族 九族还不够 当效仿永乐皇帝杀方小儒诛杀十足 阿贵就一个人哪 皇上 你指吧 是 这下阿贵要完了 那日 皇上 写吧 阿贵 阿贵为我大清理下汗马功劳啊 有功可以抵罪 如何地方 免诸九族 将他一个人 凌迟出死 太后认辞了 皇上写啊 阿贵 阿贵 socio 来吧 大杯 拿来给哀家看看 喳 什么 自他自尽 闻娘 阿贵确实为我大清立下无数战功啊 便宜他了 自尽就自尽吧 皇上 用印吧 喳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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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人宣旨吧 乃为爱卿ッ 愿去宣旨啊 得为爱卿 而 皇上 奴才院去 关键时刻还是和灵啊 着火啦 着火啦 快救火呀 快救火呀 太后 快走 太后 快走 快 太后走 皇上 看我先走 皇上 皇上 快走吧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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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烟大没火 皇兄 我这是在帮你解围呀 胡闹 堂堂御书房可以放火吗 我不来这一下子 皇兄的圣旨就发出去了 他不就死定了 您舍得吗 胡闹 反正是胡闹 这帮奴才惊动您大驾了 丫头 还不赶紧着 把太后送回慈禀宫啊 一会大伙着起来可不得了 快点 一把火救不了阿贵 你把圣旨拿出来给和林 圣 圣旨 刚才在里边烧了 没有烧 就在你的袖子里面 奴才接纸 怎么办啊 季先生说了 他听过您唐先生的大名 季晓兰也知道我 那我给他当事业的事儿 季先生说了 请你做一篇文章 季晓兰要考我文章 没问题 只要他出题我就一挥而就 季先生说了 他出了题了 你听清了 题目就叫阿贵无罪录 季先生说了 只要你文章做好了 季先生立刻配用您为师爷 喂 喂喂 你怎么了 这个 在他聘我为师爷之后 这个文章可不可以烧掉呢 烧了 季先生说了 您的大作哪能烧啊 一定得送到皇上那过目 还有啊 太后也要过目的 好 告辞 告辞 姑娘 麻烦你 我刚才我包袱放哪了 好像递给你了吧 那儿了 那儿呢 在那儿呢 谢谢啊 唐先生 唐先生 哎哟 管家大人 那刘大人是不是 我们刘大人久仰你的大名 刘大人也知道我 哦 那当事业的事儿 刘大人说了 只要你做一篇文章就没问题 怎么都是做文章 什么题目 贝勒开沙论 再见 哎 你的包袱 不要了 虚子 哎啊 快 好啊 王爷 小人唐大年叩见王爷 王爷 唐大年呢 本王记得你 你不是阿贵的师爷吗 王爷的记性真好 来人呢 在 把他拉出去砍了 不认王爷 小人无罪啊 王爷 重泰 虽说是个王八蛋 但他也是皇室之人 是是是 阿贵算什么东西 感动皇室之人 他把贝勒爷杀了 你是阿贵的师爷 你就是他的同党 拉出去砍了 没有 王爷你听我说呀王爷 你听我说呀王爷 我跟阿贵是死对头 我是贝勒爷的人哪 你敢骗本王 我没有骗你王爷 你让我站起来说行吗 王爷是这样的 这个当初阿贵啊要找贝勒爷 我听说以后是义愤填膺大意凛然 我跟他我是为贝勒爷辩护 变得阿贵是哑口无言 最后乖乖的把贝勒爷给放了 有用吗 那贝勒爷不还是让阿贵给杀了吗 是 那是后来的事吗 后来阿贵怀恨在心杀了贝勒爷 我跟他一刀两断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我要投靠王爷您 可他 这个阿贵是狗党包天 居然连贝勒爷都敢杀 现在你来投靠我阿贵能饶得了你吗 是啊 他后来听说我要投靠王爷您 他把阿树打刀就要来杀我 我九死一生才逃了出来 王爷 阿贵放出话了 说王爷您不敢收留我 唐小宁 唐大宁 你就跟着我 你看阿贵才能把你怎么样 谢王爷 王爷 屁死我了 这个贝勒爷怎么说也是个龙种啊 对啊 居然死在阿贵这个马夫手上 你说天理何在这事公平不公平啊 不公平 绝对不公平 阿贵杀了人 至今他还在将军府逍遥法案 公平不公平啊 他活着那大清王室的脸面就算丢尽了 冤 比斗鹅还冤 对太远了 恨 比长恨哥还恨 是是是 替 比正气哥还替 对 王爷 您一定要替贝勒爷报仇啊 本王爷想啊 唐唐您 让他们拿酒来 本王今儿我要借酒消愁 拿酒来 王爷 您是性情中人哪 办不了阿贵 本王爷我王字倒过来写 好 王爷 您是大义凛然哪 把王字倒过来写 还是王呢 气死我了 你别生气 别生气王爷 王爷 我 王爷您吃个葡萄 好 好的 好 红丑小姐 红丑小姐 怎么还有人叫红丑 唱得不错啊 谁 谁敢叫红丑 把名给改了 红丑 王爷 想听哪一段啊 红丑啊 你 你 不是说你家被人烧光了 你也失踪了吗 听说王爷在这儿 特别赶过来给您唱一段啊 好好好 吴老板 今儿全场本王请客了 谢王爷 谢王爷 王爷 谢王爷 王爷 想听哪段啊 红丑啊 你随便唱 你唱哪段本王都爱听 是 干嘛 赶紧叫人准备三条毛巾 三条毛巾干嘛 本王要痛哭一场 红丑唱的可都是苦段子 好 小二 拿三条毛巾来 来了 要是呢 好的 再撒点花露水 是 然后再把梅料都成了 行了你 对不起 对不起王爷 我是想跟他说清楚点 哎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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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小心 我明来了 我明来了 快快快快点 走 本钦差奉皇上之命前来宣旨 散开 皇上怎么判的 大胆 皇上怎么判的也轮不到你来问 皇上要斩将军我们不让 我不要 反了你们了 天子脚下别敢造反 弓箭手 赶快散开 否则弓箭无情 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我数三下 再不散开 割刹勿论 离 你 踏儿 将军 将军 安徽将军 安徽将军 你不能出去 将军 你不能出去 将军 何大人 请进 阿贵将军 张气农 为别出海 是英雄 不忍心 王爷 他唱的是阿贵 对 说的就是阿贵 好人 他是意识 他杀了贝勒爷 贝勒爷干了那么多坏事干啥 那都是红愁唱的 红愁唱就是真的 白心难舍 一片真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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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愁姑娘 见过王爷 好 好 唐大年 我跟王爷谈点事 红愁姑娘 本王听得正过瘾呢 你怎么突然不唱了 贝勒爷的罪我只唱了一半 将军的冤我还没唱呢 你唱啊 唱有什么用啊 眼看着将军要被人砍头了 就没人救得了他 谁说没人救得了他 本王就可以救他吗 王爷 太后最疼的就是贝勒爷了 您怎么能把阿贵救出来啊 太后最疼的怎么能是贝勒爷呢 太后最疼的人就是本王我了 本王去求情 太后一定会高抬跪手的 王爷 那你马上进宫去求太后吧 王爷 您的疼跟我走吧 王爷 是咱们进哪儿啊 如果您能够救得了阿贵将军 百姓都会感激您的 百姓谢本王 本王不在乎 本王只在乎你 红愁愿一声为您唱大鼓 小唐唐 你还愣着干嘛 我 赶紧走啊 是是是 来人哪 你快帮我拿上 皇上有旨 阿贵接旨 大人 你可以开始念了 其实你不说 我也知道圣旨里说什么 知道就好 我是 我是不忍心念出来啊 没想到大人 你也是个好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要以为 和珅的弟弟就是坏人了 圣旨如山不能拖 大人 你还是赶快念吧 这圣旨又没规定必须立即宣读 我是想多拖片刻时间 让将军多活片刻 身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你这样不念 我现在更难受 欲心不忍哪 怎么圣旨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这 皇上自有用心 自有用心 空白圣旨 皇上不傻将军了 皇上没判罪啊 不傻将军了 不傻将军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皇兄 这道圣旨怎么还在你手上 朕给和林的圣旨是空白的 皇兄不傻阿贵了 这招只能拖延时间 不能救阿贵的命 那怎么办 这和林一定会回来禀告太后的 所以不能让太后和林见面哪 这怎么可能呢 你能把太后引出宫去吗 太后是轻易不出宫的 今天天宁寺有法会 要给崇泰超度 太后一定会去 你想办法把太后拐到将军府去 将军府 在那儿 让太后看看百姓是怎么称赞阿贵的 怎么骂贝勒的 老人家是明白事理的 皇兄 高掌 这圣旨上怎么什么都没写啊 画上什么都没写 这意思够明白了 这什么都没写哪来的意思啊 这圣旨什么也没有 就是命也没有 皇上的意思 叫我自闻 你别乱讲 皇上什么都没写 就是说你没罪 皇上饶了你啊 皇上 你别再哄我了 杀贝勒 这罪名有多大 就算皇上不下这道圣旨 我也心里有数 我也不打算活了 王爷他已经答应我 刚刚进入求太后去了 皇爷求太后 皇上 谢人 你唱的那个大古书呢 我记得很清楚 春秋那个侠客御仗 要行刺赵襄子 赵襄子明明舍他不死 后来御仗还是自杀了 阿贵 我觉得 这就是大侠 我不过是瞎唱的 你别当真啊 其实在我阿贵心目中 我最佩服的 就是这种大侠 你不能死啊 你还没有孩子 好歹让我给你留个后啊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难道让你们家在这儿断了香火 我想给你留个小阿贵 我都快死了 所以我更不能对不起你了 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今天晚上我们就东方 这 这怎么行啊 其实如果我们有缘分的话 我们下辈子还是可以做夫妻啊 下辈子谁知道还见不见得到你啊 我只求这辈子 这事就我一个人来 现在我一个人走 我无牵无挂 你是无牵无挂 可是我会牵挂 小乐会牵挂 门外那么多父老相亲全都牵挂你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联名给皇上写封信 军说将军 来来来来 联名写信 来来来来 联名写信 来来来来 快 老百姓把路全都堵住了 我们还是下车走快一点 穿过去就到了 好 将军为民宠爱 我们应该保护他 保护他 保护他 贝勒爷害苦了我们百姓 他早就该下地狱了 下地狱 下地狱 大娘 来 您也盖个手印吧 盖什么手印 大伙联名写信给皇上 求他赦免阿贵将军 刚才已经盖过了 大娘 您这么大年纪 还来将军府 声援将军 令人敬佩 你们联名尚书 不怕朝廷问罪 将军为民除害 连死都不怕 我们怕什么呀 对 不能让大清朝的包卿天 就这么死了 包公那是有苏仁宗的庇护 才能成奸除恶 可将军呢 听说皇上 也是爱护阿贵将军的 皇上疼爱阿贵将军 可是听说太后疼爱贝勒爷 不 太后也是关爱阿贵将军的 太后英明啊 太后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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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宁 太后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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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宁 太后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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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宁 皇上 是不是派阿贵自尽 是 那就请皇上 另写一道新旨 奴才立刻去将军府宣旨 宫州 太后上哪儿去了 我不正在派人 到处找她呢吗 和林 你见着太后了吗 奴才也派出府中下人 四处寻找 你有没有赶紧回家看看 是不是太后上你们家探望和珅去了 太后并没在奴才府中 皇上 阿贵乃杀人犯 十分危险 万一危及到太后 皇上 你今儿有没有去听大鼓啊 听了 还是洪愁唱得好啊 听得我耳油都出来了 洪愁也会唱大鼓 她唱哪一段啊 就是那个贝勒作恶多端 阿贵除害万民欢那一段 他真这么唱吗 对对对对 王爷你别忘了 阿贵杀害皇族 太后大为震怒 皇上也下旨 赐阿贵自尽 太后驾到 儿臣叩见额娘 叩见太后 都起来吧 谢太后 太后 您可回来了 这宫中上下都急坏了 您这是去 爱家真是去 太后是去天宁寺做法 超度崇泰 天宁寺 天宁寺的高僧是很灵的 是是是 是很灵的 真的是很灵的 真灵啊 那老方丈一做法 崇泰的鬼魂就出现了 鬼魂 格格是说 崇泰是不是 说他很冤哪 不 崇泰说 他要向太后 忏悔他的罪过 这个洪仇他跟我说过 这个崇泰是干了不少坏事 这下子他全都招了 太后 这是真的吗 这 当然是真的 格格说的还有错吗 是不是啊 洪仇 是真的 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能不见鬼了吗 崇泰说了 他罪孽深重 要下地狱 如果太后能够赦免阿贵 等于帮他计了功德 他就可以超生了 太后心里一定有数 让崇泰超生要紧哪 对对对 那赶紧把阿贵射了吧 这样我跟洪仇也可以有个交代 对呀 太后 国法如山 您要明鉴哪 风风雨雨皆已过去 宠太已死 令人惋惜呀 阿贵杀了贝勒 实在是可恶 可是念他军功卓著 免其一死 哎 太后英明 可是 死罪可灭 活罪难饶啊 太后 太后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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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请下旨 见阿贵 法培新疆 儿臣遵旨 不论 皇上 阿贵保住了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念给额娘听听 是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阿贵着急发配新疆 戴罪读书 钦此 皇上 微臣前去宣旨 和林 你来陪哀家宣旨之事 让红昼去吧 正 阿贵 你写错别字了 新疆两个字你都不会 对啊 可不是写错了吗 新疆新疆乃是全新的疆土之业 你看你写成什么了 辛辣的辛 生疆的疆 真是给咱们大清皇室丢领 是啊 就这两个字就救了阿贵一命啊 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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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是来宣旨的 你们这些人还不让开 谁打的 学义什么纸啊 先念念 对啊 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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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 谁念念 就是我念了 你也听不懂啊 阿贵 阿贵 皇上有纸 不杀阿贵 皇上有纸 不杀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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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谁打我 要走的你给我出来 哎呀 这是谁呀 我咋呀 王爷 红丑姑娘啊 王爷 红丑啊 你要本王爷为你做的事情 本王爷已经做到了 阿贝的命违绑住了 谢谢王爷 红丑愿意一辈子给您做牛做马 不用做牛做马 天天给王爷我唱大鼓书就行了 是 还有我呢 是 是爷 也算你一份工啊 还有我呢 是 小公公 王爷请 这回圣旨上有字 是吗 来 我看一下 圣旨也有错别字 这新疆两字写错了 没错 皇上在寺库馆设离座新疆阁 把阿贵发费到那去了 很好当 不用真的去新疆 太好了 可是皇上有言在先 阿贵在寺库馆必须认真读书 读书 那我宁愿充军 皇上说了 他会时不时的前来考试 考试合格了 将军才能离开寺库馆 如果不合格 那就只有一辈子待在寺库馆里了 这比充军还惨 小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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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皇上面前说没说我寺库馆的事啊 你可别忘了 没忘 皇上说了 要给你一个比阿贵还高的职位 阿贵是将军 我比他还高 什么官 就是他的老师啊 教书先生啊 嗯 就当先生的 在这比学生高咯 皇上说了 阿贵要是考试不合格 连先生一起罚 那算了算了 我还是跟着王爷当师爷吧 王爷 我还是跟着您吧 行啊 那你就跟着本王爷吧 可是皇上说了 要是阿贵能够考试过关的话 他就可以取多格格 当上额父 额父 那我四平官又回来了 我还是跟将军吧 皇上又说了 阿贵要是考试不过关的话 那他只有一辈子待在四户馆里了 那我跟王爷吧 你到底跟谁啊 我跟你 王爷 可是阿贵要是真的考试过关 取上多格格 那唐大年就可以升为三平官呢 三平 我跟将军 唐大年 你去死吧 不是 王爷 我求求你 我还是跟将军 这次决定了 跟将军 皇上最后说了 希望有朝一日 人们不再称你为阿贵大将军 而称你是阿贵大学士